为提供国人更好的就业机会 以及提升本地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贸工部长严金勇表示 我国应塑造一个更高端、高增值和高科技的制造行业 政府会给予企业量身定制的支持 协助他们发展科研、创新和提供新的服务 来看记者李增益的报道 本地精密制造商雅克贝斯 至今已在十多个国家及地区设厂 专注于研发和生产直驱电机 并将它运用在至少12个领域 包括医疗和太阳能 贸工部长严金勇效务走访时表示 制造业在国际市场面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我国必须朝先进制造业迈进 因为这些比较大型的企业 他们的需要是比较独特的 每个企业的需要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用一个普遍性的政策来帮助他们 我们可能需要按着各企业的需要来量身定做 为他们提供适合的支持 让他们能够发展企业 能够拓展到国外的市场去 但严金勇强调 企业也因投资在提升员工技能上 以把握新兴制造业所带来的机遇 原本是装配技术员的孙子辉就是个例子 在得到公司津贴进修后 他现已升任当助理工程师 能参与新项目研发 我的工作比以前还要更重要 也了解更多东西 目前我们有40%是本地人 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动化 引进更多机器人 间接地把这些工作的性质提高之后 希望的就是能够提 能够吸引更多的本地人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正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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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